南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继续在银川行程 河东边墙红山谱探访神奇的地下藏宾洞 这个一样底下也是像长毛一样的这样一根根 荷兰山下正北谱感受雄浑苍凉的西北风光 这就是月亮门我们的场景 这就是月亮门里面非常经典的那个场景月亮门 老银川一条街体验浓郁的老银川风情 闻着真香 拜访传统民间艺人感受独特的民间记忆 你看特别像一朵朵小云似的然后往上洒还挺漂亮的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第九十三集 荷兰山下赛上云川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继续在银川的形成 明长城在银川主要分布有东西两端 明代称长城为边墙 其中的东端位于黄河以东 因而又叫河东墙东大边 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银川下下的零五十境内 去探访古老的河东边墙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长城内外设置组现在是来到了银川 我们沿着长城一路行走 现在是到了红山浦长城遗址 红山浦位于银川的东长城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地下还有一部分的军事防御体系 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地请到了当地的文物管理处的张老师 与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张老师像我身后的这一个浦就是它的城墙是不是 我看它保存的还比较完好 经过修缮吗 没有它这是原汁原味的我们红山浦的城墙 张一银在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工作了十几年 对红山浦很熟悉 由于这里地处银川东尾部的红山地区 因而得名红山浦 红山浦它在银川东长城防御体系里面非常重要的 它那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一部分地下的防御体系 在我们这个境内是不是地下它是唯一一处 对是 红山浦所在的河东墙一线 西起横城以北黄河岸边黄沙岁 东京红山浦清水营 过故园沿池县至陕西定边线 全长约200公里 红山浦规模虽不大 但是地处要冲 因而当时称为蒙古骑兵南下的守宫之地 走进城堡内 眼前一下子开阔起来 历经几百年风雨 如今的城堡只有城墙得以保存 目之所及 城堡之内则几乎一无所有 非常空旷 红山浦嘛 然后也是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地下的这个防疫工程 它这个入口是在什么位置 我们这个是地下的这个位置 现在这个建筑的那个屋子里 这现在是重新建的吗 这是我们后来建的一个长城博物馆 给大家前来参观游客和我们观众 能够来了解 认识我们这些长城的一个城堡 所以说原来这个入口现在已经被藏到了 正好就放在博物馆里面 我们跟着张一鸣来到博物馆的东厢房 藏冰洞的入口就藏在这里 盾口是 隐藏在后面 然后从这就往下走吧 走 沿着一段狭长的阶梯 我们下到藏冰洞里 地道优身曲折 仿佛在进行一场未知的探险 张一鸣说 藏冰洞的构造非常复杂 为防御敌人入侵 在仅供一人通行的通道内 往往会设有意想不到的机关陷阱 这前面这个是什么呀 都是麻绳编的吗 对对对 这走上就像过这个桥一样 而且你看里面 底下也是像长矛一样的这样一根根 就是防止敌人来 然后给他们设的一个陷阱是吧 对对对 它是敌人自来了以后 它如果要是一旦要陷下去 就把它就穿透了 穿透了 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话 可能没有多少步的时候 就有一处这样的一个局关 都是设了很多道防备 在这个啥东西 这个岸道里边 它就提到一个防护作用 从上面望下去 脚下的坑深达三四米 虽然这些麻绳非常结实 但是看到这些削尽的母装 走在上面还是感觉有些惊险 开了吗 这是门吗 这是门 这是门 这是可以转动的 它可以门 但是这两边通行的道路是一样的 一个地方 通往一个地方 不是 它向这边走 它是生 向那边走 它就死 它在里边的死活动 或者是它里边的暗道 它的机关特别多 你就走不过去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 这种掩人耳目那种形式 是吧 它是作为一个暗门 它这样处理的 这个门 它就表面 你如果它如果要转过来的话 在最早的时期 你根本看和这个地方 它的外观是一样的 一样的 走过并不机关的单人通道 整个地道突然变得狭窄 脚下的路也抖了起来 变成一个斜坡 张一鸣说 这条道走到头 就到了藏兵的地方 这个其实才真正进入到我们藏兵 藏身之所 是不是 好长的一条道 哇 看 我们现在还通过一条这个窄道以后 来到了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场地 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他们驻兵 驻部队 然后呢就是一些我们一些他们开会呀 有时候大家做的一块商量事呀 相当于一个小型会议室了 是不是 藏兵洞复杂而庞大 从这个大厅往前 地道开始左弯右转 大小房间相连 就像一个地下迷宫 张一鸣说 藏兵洞共有上下两层 一层面积较大 除了会议室外 还有起居室 厨房 粮仓等 各功能区分工非常明确 在更深的地下二层 还有当年将士们 赖以生存的一口古井 这个藏兵洞里边无需外出 里边的这些将士们 就可以在这里边挤水 原来就有这样的井 那所以这个井 在我们这个整个洞里面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 因为它生活在这里 它生活要用水 生活要用水它又受到外界的限制 如果外边有敌对势力 它是会对我们自己要受到伤害 在这个里边 它自己就可以在这里边生活 藏兵洞生活适时完备 据张一鸣推测 可供上百将士再次助手 在洞内靠近峡谷的岩壁上 还有可以通风采光的洞口 而它最重要的作用 就是观察瞭望洞外大峡谷中 敌人的情况 像这个的话 就是也是撂望口吗 对 它是那个根据不同的高低的层次 然后呢 就是不同的位置 它把不同的位置的那些东西 它都可以看到 整个看到整个那个我们就是 那个沟里边 沟里边的 有没有人啊 所有里边的洞景 所以说那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是 只要是靠这个洞 山谷的这一侧的话 基本上会挖很多这样的撂望口来观察 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高度 然后射箱 几乎是没事 张颖说 藏冰洞在距离地面二十米左右的半山腰上开凿 不但视野好 而且隐蔽安全 很难从峡谷外面发现 在这里瞭望 可以及时观察敌情 防止骑兵在秋季 草肠马肥之旗劫掠 这种保鞭护民的行动称为防秋 这里呢 就基本上接近我们这个沟冰洞的这个 峡谷的沟口了 出口了 现在其实你看已经见到天光了 对对对 大门口 像现在我们所出的这个出口 是只有这唯一一个吗 现在这个峡谷口里面只有这一个 看 现在外面这个景色就是我们在里面这个几个瞭望台所看到的 红山部强大的防御能力与藏兵洞息息相关 张颖明说 敌人围攻时守军进入洞内 可以使得战斗转入地下 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援军 而在敌人截略得手之际 守军可以趁其行动不便 出骑兵追击之地 因而有效地抵御了北方骑兵的进攻 那基本上从这儿的话 能看清楚所有的这个峡谷里面的这些所有的状况了是吧 不同的角落 嗯 它的沟底的整个一些情况进出眼底 目前发现的藏兵洞大概一公里左右 据说只占到整个藏兵洞的三分之一 设计精妙的地下藏兵洞与红山部相通 并与长城一起构成完善的防御体系 共同守卫着冰棍安宁 离开红山部 我们来到十公里外的五湖墩 这是河通墙上保存较好的一个重要蹲台 那现在我们看这几个 我觉得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因为我以为它是围绕在这个蹲台旁边的 为什么它的距离会这么近啊 因为它那个是它作为这个 这个警报作用 它必须在这个 当这个地方制高点 它这个信号 它可以向下 就和我们那个横城 嗯 它给那个一个警示作用 同身的向上 上面它那边 我说要和那边 也有一个互相有一个警示作用 哦 上下互相之间必须都互相有关照 呼应 呼应 所以说这个 你看我们这很明显 五个这样的风随 然后围绕在旁边的这个蹲台上 所以才叫五虎蹲 这在这儿就非常明显能理解了 明代是这里地处前线 五虎蹲曾是守卫家园的坚固防线 到了清代 五虎蹲原本的军事功能逐渐消失 但是这段长城 却见证了当年那段 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如今人们对长城越来越重视 并通过实际行动来保护长城 咱们五虎蹲 你看相对来说 不管是地理位置上也好 还有原来它发挥中作用也好 都很重要 那它有没有对它进行一些 特别具体的保护措施呢 首先呢 我们是对它实施一些次次为难 不要让我们的一些人类的活动 来靠近它 另外呢 我们在修建公路过程中间 我们打隧道 打隧道啊 打隧道 从它的下边 从地下穿越 穿越这个公路 这个长城 长城遗址 张一鸣说 长城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需要我们用心去珍惜和保护 夕阳西下 长城在落日的映尘下格外壮美 虽然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 长城已经没有当初的雄伟 但是它的精神 却已经深深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 贺兰山下镇北部 感受雄浑苍凉的西北风光 这就是月亮门 是这个场景 那老梁里面非常经典的那个场景 老银川一条街 体验浓郁的老银川风情 闻得真香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 第九十三集 贺兰山下赛上银川 正在播出 离开红山部 设置组从银川城区出发 车行三十公里 来到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城 镇北部 西部影视城 镇北部位于雄浑的贺兰山东路 属于银川西长城的一部分 它雄浑苍凉 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 几百年来 一直守卫着附属美丽的银川平原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镇北浦西部影城 这里保存着明星时期的两座城堡遗址 而且在现如今已经发展成了 西部地区的一个影视拍摄基地 除此之外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民间的传统记忆 所以说现在这里也成为了一个 展示中国民间记忆的一个新的窗口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李鹏 来给我们一起介绍一下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就是咱们这个影视城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真正成为影视城是从1993年开始 这两个城堡是明清时期就有了 所以说也是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给它慢慢逐步形成了一个影城 对 听李鹏讲 镇北部实践于明代红志年间 是赫兰山沿县第一北方骑兵的军事要塞 在清朝为加强防御 又在原明代冰堡附近修建了新堡 这两座冰堡就地取材 完全用黄土夯住 雄浑苍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收到很多西部题材影视剧组的青睐 并逐渐发展成西部最大的影视基地 作为我们一个西部的影视基地来说 一个就是它的知名度比较高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地方还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一个缩影 能够了解到过去人们的西北地区 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 娱乐方式 能够在参观的过程中感受过去人们的生活 几十年来 镇北部拍摄了一百多部影视剧作 其中步伐木马人 红高粱等家喻户晓的作品 并保留了两百多处重要的拍摄场景 每年吸引着很多游客来到这里 与心目中神秘奇幻的电影曲景地亲密接触 李鹏首先带我们来到新宝 由于是在清大修建 现在也被称为清城 像这个上面写的清城 是不是就是代表我们清朝时期的这个建筑 对 这个城堡它建于公元174里面 就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历史 在这有张横拍图你能看到 其实我们影城是两个城堡构成的 下面这个就是清城堡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乌龟聪明小脑袋的位置 光城的位置 然后再距离它两百米 一方还有座明城 这个城堡建于公元1500年是明朝时期建立的 对 但是很多年前经历过一场八级地震 明城堡震毁了之后又建立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清城 就是你看到这些城堂 嗯 整个清城堡的外形全部都在 你能看到土层有一层一层的那种 眼前的古堡在当地称为土围子 虽然是由黄土夯着而成 但是经历近三百年风雨 仍然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 也正因为这样 这座原本被人们遗忘的古堡 凭着极具西北特色的原始风貌 成为众多影视剧组取景拍摄的绝佳外景地 那刚才你也给我提到说很多特别获奖的或者知名的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我们这个影视城从开始到现在一共拍了多少部电影了已经 到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已经拍了130部影片了 130部 对就像前面说到的大花西游啊 西梦温客家呀 双齐人刀客 乔家大人等等 然后从04年开始 对所有的这些影视剧组不收场租费 大家可以免费来拍摄 那在04年之前其实是还是收费的 对吧 之前我们还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靠剧组 就在这拍戏的一些场租呀 道具的费用 从04年开始就是免费对所有的剧组提供场地拍摄 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 让这座曾经荒废的冰雹 缓发出新的活力 李鹏说 镇北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成为如今声名在外的影视基地 和当初发现这座古堡的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 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走过老街 我们跟着李鹏来到张贤亮先生的纪念馆 这位就是张贤亮先生 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也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家 他是江苏训业 那所以说张贤亮先生 他是从19岁就一直在宁夏这边生活 对 然后他当时来到这个地方 是因为他所工作的那个地方没有邮局 他来到这儿 他妈妈在北京 为了给母亲寄信 所以走了几十里的路 然后来到这儿给母亲寄信的时候 发现了这两个图包 后来把这儿介绍给了影视剧 他后来的小说创作 包括镇北普西部影城的打造 完全都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对这儿有着很深的感情 张贤亮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 祖籍江苏 1936年出生 2014年去世 他19岁来到尹川 从此 宁夏这片土地 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源泉 当初发现镇北普后 张贤亮被他的雄魂气势 和顽强生命力所打动 并昌之以镇南部 写到了自己的代表作 绿华树中 给无数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张贤亮先生还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 在80年代 他是一个非常高产的作家 而且你看一进这个展厅 这边全都是满满了他的作品 是吧 对 这一面墙上全部都是他的作品展示 在80年代的时候 他有几十部 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 像木马 林雨肉 男力巴士女人 习惯死亡 萧尔布拉克等等 除了这些作品以外 你看到下面的展柜里面 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翻译成外文的这个版本 你看这边 俄文 法文 然后西班牙文 日文 就是我觉得能 我们能知道的文字是 就是语言是不是都给他翻译过他的作品 现在他的小说被翻译成 三十三个文字在全世界各地发行 张贤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功 使得他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搬上荧幕 尤其是根据林雨肉改编的电影 木马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映时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年轻人 随着这部电影的成功 镇北谱也逐渐发展成为 著名的西部影视基地 所以说镇北谱西部影城是 张贤亮先生一部立体的文学作品 他的小说作品 可能大家都很认识 他其实打造这个谱子 就是用写小说的方式 把这个地方 每一个细节 每一章 每一节 用写小说的方式打造出来 1992年 张贤亮拿出所有的板税做抵押 投入到影视城的创办上 从文坛转向商界发展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 但是二十多年过去 原本荒废的镇北谱 如今不但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也使得珍贵的文化遗产 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焕发出新的活力 离开经典馆 李鹏告诉我们 距离清城不远 还修建有老银川一条街 这是依照张贤亮 第一次进入银川城市的记忆建造的 充满着浓浓的老银川风情 银川汽车站 对 这个是过去银川 唯一的交通书纽 银川汽车站 那个时候就是银川 算边缀小镇 没有民航 没有火车 所以人们唯一能够出行的地方 就是到这个汽车站 而且银川汽车站 是可以说 内售银川最热闹的地方 对 我们整个老银川一条街 银川过去三四十年代的面貌复原的 走进老银川一条街 眼前的旧石街道 唤起过去的记忆 让人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这确实还挺有感觉的 像这个整个 它的一个银川老街 是有全长是多长啊 整个银川老街的全长是120米 它主要是复原了 当时银川比较标志心的建筑 银川的八大商号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银川汽车站 虽然两边是我们复原的 但是所有这些房间 比如说窗户啊 门啊 包括每一块砖 都是我们说来过去的 这个建筑上面的构建 把它一一拼到一块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砖啊 木头都是原来的 全部都是原来的 李鹏说 修剪银川老街时 他们不仅到大馆 调取银川的街景老照片 还找到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 根据他们的讲述 建造出记忆中的银川老街 对很多老银川人来说 街边的羊杂碎铺子 是一直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 闻着真香 他们家这个羊杂碎 在银川市区就已经很有名了 后来我们建了银川一条街 他们就买家羊杂碎 就到我们这街上来继续卖了 其实是已经很出名 然后特地在这个老街上开了家店 那这个羊杂碎做法 有没有一些特别之处 它主要是在汤和辣椒 汤和辣椒 那汤有什么讲究啊 汤是要骨头汤 牛骨头汤 也要用羊骨头汤 不是羊杂碎要用牛骨头汤 对主要是用汤 然后它也要用羊骨头汤 好油 羊杂碎制作起来并不复杂 把羊头肉羊肝羊肚等切碎后 放入骨头汤中炖煮 没一会儿功夫 一锅香喷喷的羊杂碎就做好了 鱿鱼制作省时省力 是银川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 我尝一口这个羊肉 银下最好吃的就是羊肉 因为原来 我对羊肉比较敏感 其实我会非常非常怕羊肉的山味 但是吃这个的时候 感觉山味尝不出来 而且我可能都不知道这是羊肉 其实银下的这个清真美食 它是兼具了中原美食和穆斯林饮食的双重风味 所以很多人都特别爱吃银下的羊肉 在充满怀旧氛围的老街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羊杂碎 让我们体验到老银川人生活的悠闲淡然 离开羊杂碎铺 李鹏告诉我们 老街上还有一处百货商好 里头卖的大多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货品 我们跟着他进了商铺 柜台里货架上的货品 有着浓浓的怀旧气息 您好 您在这儿是卖的都是原来老一些年代的 六七十年代的一些 东西 您可能不能拿出来让我看一下 你看 其实在很多这种影视作品上也好 电视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老上海的一样 对 就是这个柜台里面看到基本都是像化妆品类女士用的 像这种粉紫罗兰的香粉 有铁盒的 有盘装的 还有你刚才拿的上海的上海雪花膏 还有这种最早的嘎了油 嘎了油 除了化妆品 柜台里还有手电筒 糖丝脸盆 暖水壶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 很多人看到这些都会想起过去的日子 找到小时候的回忆 他们这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 就是他们这种售卖方式 就是你看这有三根铁丝 对 过去在那个就是老百货公司呀 就那种商号里面 它是铁丝上面有个夹子 你在这付钱 然后把钱夹在夹子上 然后扔到那边柜台 找钱再扔过来 我们请商店的工作人员刘李宁 为我们演示一下这种付款方式 这个其实就是 刚才他们说到的这个 你看特别有意思 就是把钱 然后加到这个夹子里面 我们买完了以后一付款 然后到那边就结账了 是吧 对 然后如果找完钱 也是这样给送回来 扔回来这样 李鹏说 这种付钱方式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常流行 百货公司里 夹着钞票单局的夹子 在铁丝上飞来飞去的热闹场景 是那个年代 很多人难忘的共同记忆 咱们现在的这些商品 其实在现在的百货商店 已经很少能看到了 那你们这些商品都是从哪进的货呀 还有这种批量的生产吗 这个都是我们在外面定的 是专门的定的 所以说这也挺难得的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很少很少 在能看见了 如果不是来这儿 可能我还没有办法想到 可能八十年前我们用的是什么 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用的是什么 所以到这一看一目了然 就能找到这周的回忆了 拜访传统民间一人 感受独特的民间记忆 你看特别像一朵朵小云似的 然后往上洒还挺漂亮的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长城内外第九十三集 贺兰山下赛上银川 正在播出 离开老银川一条街 李鹏带我们来到镇北部的老城堡 由于始建于明代 又被称为明城 距今已经五百多年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明城 明城和清城 还有老银川一条街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留下的更多的 可能是拍摄著名影片留下的场景 所以现在我们走这一路 旁边的那些景都是拍过电影的 对 我们现在来到的第一个场景 就是当年拍摄木马人的时候 留下的场景 因为这部作品是根据他的小说 林与肉所改编的 然后由谢敬导演搬上荧幕的 当时拍完之后 这个场景就一直留在这 这个小屋 我们把它称之为爱情小屋 是男女主人公生活结婚的地方 这个小屋是影片中重要的拍摄场景 男女主人公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这是原来拍电影的时候 他这个远景吗 对 就是完全当时拍电影留下的远景 而且这个里面所有的场景布置 都是人们失望中真正用到过的 然后像现在你看后面还放着这个 是木马人 他原来的原片 对 现在你看到这个电视屏幕上 正在播放的就是木马人 他会在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播放 曾经在这拍摄过的影片 电影片 对 然后这边还有剧照 对 李鹏说 屋内的传摄 还保持了拍摄电影式的状态 很多看过电影 木马人的观众 对这座小屋 和在这里发生的电影情节 记忆犹新 在这部影片里面当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 那个从山饰演的李寿之 坐在炕头上对朱师茂说 牛奶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这一句台词挺经典的 是坐在这个炕上说了吗 对 坐在这个炕头上说 因为那个时候影片里面是 朱师茂教从山认字啊 看书啊 所以里面有个台词 牛奶会有的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今天杏花们叫我去看电影 放的是 啊 李宁在1918 牛奶没有 面包也没有 我们拿什么来喂它 不要难过 不要哭 面包会有的 都会有的 邻居回来 我要把这句话说给他听 嗯 面包会有的 一切都会有的 木马人里 男女主人公的感情故事 打动人心 面对生活磨难时 积极乐观的态度 更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奇致 离开木马人的取景地 我们跟着李鹏来到 明城的城墙下 眼前的弧形拱门 就是郑美卜的地标之一 月亮门 你看现在我们穿过 这就是月亮门 我们的高亮里面 非常经典的那个场景 月亮门 月亮门 然后影片里面有那个 妹妹你答答 你往前走 也就是在月亮门的 下面的高亮地里面拍摄的 嗯嗯 那这个月亮门的话 它也是后来才修的是吗 对月亮门上半部分 是红高亮里面的 美工师杨刚老师设计的 嗯嗯嗯 刚才你也提到说底下 其实是原来 也是保留到明朝的 是吗 对月亮门底下 这一段 是过去明朝时期 留下的残墙 明城不仅是很多 经典影片的取景地 这里还陆续汇集了 众多中国传统的手工技艺 成为一个展示 传统文化的窗口 这边就有一家 这是在做什么的呀 居瓷 居瓷啊 您好大姐 您好 您现在就是在居瓷是吗 对对对 哦 我进去看一下 就是居瓷的话 我现在看来说 就是把这个碗补上 是吗 对 它其实就是补锅补碗 哦 居瓷 就是把破裂的瓷器瓷丸 用像钉书钉一样的金属片 把裂缝锅锦粘合起来 这样修不起来的瓷器 可以像没有破裂之前一样使用 那边是有一个 哇 这个工具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 原来都没有见过 这个是 前面是一个钻头 是吧 这是金刚石 上面这个困 对于金刚石 金刚石 所以它这个硬度 比较坚固 嗯 那现在我们居瓷的话 就是都用这一个金刚钻 然后来打钻 对 那打这个来打钻 嗯 生毒有找过 有些不要转 转透 把它不要转过去 转过去的话 石灰风抹 有时候你看 咱们过去人穷吃饭 盖完 钱完 嗯 它会割舌头 转透 转透就一定的 三分之二 生毒 所以说 必须用这样手动的 才能掌握它的力度 然后大小 大小 都可以掌握 金刚钻是居瓷行当中 特有的工具 家喻户晓的古语 没有金刚钻 别懒瓷器活 就是源于这个行当 李方说 在居瓷时 这种类似定书钉的金属片 叫居钉 是修不裂缝的关键所在 打好的这个掐子 掐 是吧 一个铜啊 铜片 把它砸扁 打这个掐子 然后拿这个 鞠起来 拿这个 把它跟定书钉一样的东西 穿上 把它掐起 骨起 打得紧紧的 居钉的韧性和质量 决定了居补器皿的寿命 居完时 先把居钉对准小孔 再用锤子敲进去 这样居钉就把 原来破裂的瓷器 紧紧的抓在一起 然后铜抹上 用鸡蛋清和石灰粉 混合的粘合剂 再晾制一段时间 原本破裂的瓷器就居好了 其实你看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用一个小铜钉 然后用一些蛋清和石灰 就把它居成了一个完整的碗 而且大姐说它完全不漏水 是不是 那能不能有没有水 给我们倒下 让我们试一试 好了 这样 好 先放 好 哇 而且你看都是滚烫的这种开水 看 晃一晃 真的不漏 而且你看这个碗真的是 这边一道 底下 这还有裂了两道 所以这个碗算裂缝很多的一个碗了 它依旧这么长时间没有往下落 据此 是一门能让破裂的瓷器复原再生的古老技艺 这项技艺 不仅使百姓减少了购买瓷器的费用 也逐渐成为一种行当 代代传承 大姐 您做这个是多少年了 十年 十年 当时是怎么就开始学了这个 是家里传承下来的吗 家里老人本身会 后来在那个 专门补辞的这个 专门补辞的地方 我们去贴十九次打工 现在市面上还多件吗 这样的手艺 不多件 没人干 因为不挣钱 不能挣钱 所以就不盖这个 我还是从那个啥 未免 就是给人盖这个瓷器 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个折磨 就慢慢就延续下来了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曾经回荡在大街小巷里 居此居晚的吆喝声 已经成为久远的回忆 虽然居此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 这项老手艺 质朴无华的独特魅力 告别李峰 李鹏带我们去看看 西北地区特有的民间技艺 赶沾 您好大爷 您好 您这个就是赶沾是吧 哦 这都是赶沾 您做这个赶沾多长时间了 这做了四十三年了 四十三年 而且是一厂子做这活着的 那您这个传承是从您的父辈那里传过来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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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给他做小孩 嗯 赶沾就是手工把松散的羊毛 擀续成厚厚的毛毡 手工制作的羊毛毡 素以工具繁杂和结实耐磨而组成 据说往往两三代都用不坏 毛毡冬季保暖 是人们家中的必备品 而且很多人也都会赶沾 那您用的这是什么工具啊 这叫个大工 大工 嗯 这个它这是个不 这是弦 这个东西你看 这叫个吹云间 叫什么 吹云间 嗯 吹云间 对 他们这些工具也都有 都有个名称 都有个名称 看这个啊 这个吹云间 谁拿的 他这把他的羊毛 自动自动 他都吹下来了 吹下来了 他都弹好 就吹云间 他就拿了个吹云间 他弹着下来 你看就这个东西 跟云一样 跟云一样 吹云间 看到弹羊毛很有意思 我们的记者 也拿起大工 仪式伸手 拉不动 是这样吗 对 哇 就弹 我这个 我这个感觉不像是弹 这个 这是个技术活 你看我这 有点笨重 现在 但是方法对吗 方法对 方法对 王语成说 感沾和弹棉花 有类似的地方 都是要使用一张大工 不断弹拨牛皮弓弦 把羊毛翻来覆去 弹打柔软 弹完羊毛后 接下来就开始铺毛 这有什么技巧啊 这都哪 你看 这都要干三遍 要干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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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是有技巧了 是要弹弹弹 然后给它慢慢的撒下去的 你看特别像一朵朵小云似的 然后往上撒 还挺漂亮的 弹完的羊毛捧松柔软 接下来 王语成用一把压扇 把羊毛层层底底铺好 然后喷油喷水 为了试让羊毛 能够均匀摘上油水 更好的凝结在一起 卷帘子了 现在你看 它羊毛都卷着你 我看您还挺用力的 是要往上压 是吧 你要压是卷的 压着卷 那现在是卷完了 卷完了之后 现在卷完之后 你看 去拿桌刀枪 脚踩 搓 搓 盖面 我跟你一起 王语成说 在地面上反复搓动竹帘 就像擀面一样 力道要均匀适中 擀出来的毡才会结实耐用 差不多两个小时后 原本松软的羊毛 已经凝结成厚厚的粘坯 王语成把粘坯 拿到院外的门板上 准备进行下一个环节 就是把这个当一个小踏板 是搓来回搓 就像 其实它这道工序叫 洗粘是吧 王师傅 洗粘 对 你看它上面有水 然后再用脚这样一层一层碾 一个是 也是为了让这个粘更加磁实 其实那这个两部 师傅 就是这两部来说 其实都是让这个粘更加磁实 然后更加 粘合度更高 是吧 你记得你要把它压持来 把它羊毛护下子揣进来 揣进来 洗粘很关键 需要耐心才能做好 整个过程中 王语成一次又一次 把开水洒在粘坯上 双脚反复揉搓 在它不停的碾压下 粘坯逐渐变得紧致洁白 其实我看咱们就是 经过采的这个 不断采的过程当中 然后这个越来越紧 越来越实 是吧 而且这个洗粘 我发现还是 刚开始还有点黑 然后慢慢就会变白 那都靠水洗粘备的 嗯 如果说镜头十八次 三十六到头 嗯 其实我就从我成这样子的 嗯 将是你羊毛松晒着的嘛 有压有精 有压有精 嗯 压有的几刀 几刀几开 几刀刀上 它这洗粘备 把它压着 毛粘压平定性后 就可以放在阳光下亮晒 王语成赶沾四十多年 不但技艺高潮 也注重把传统技艺 融入现代生活 制作了很多既保留传统 又有创新的毛粘制品 非常受欢迎 看 哦 这个是小背心是吧 马甲 马甲 哦 你看 它一整个 就是没有任何接缝 接缝 它做的这个口袋 没有缝在一起 但是它能用感粘的这种工艺 能做出这样一个口袋 哦 就是他们的手工艺 其实是非常精湛 而且很不容易的 他们也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展示 让更多的游客知道 咱们这种古老传统手工艺 就在这样的一个景区里边 能看到这么多的手工艺 而且都是传统的 然后把这些很多特别精湛的这种技艺 保留到现在也是不容易 我觉得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手工艺 能够更久远的传承下去 也能让我们在以后能看到更多这样的一个手工制品 除了感粘 在名城里还汇聚了草编 谈话等十几种老手艺 这些古老的技艺 不仅唤起人们美好的儿时回忆 也承载着悠久的传统和厚重的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余游有无差 谁在吟唱那首初赛 一枪雪始终澎湃 且伴我长风万里 无前在平泽节拍 一方青转一曲万月的姿态 且看我装置豪迈 问明天此情可待 山河如花 山河如花 水影前 有差 天 山河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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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如花